你好,我是空中流石,又到了咱们在书馆聊天讲故事的时候了 最近咱们一直讲的就是藏传佛教故事 您记准了,是故事,不是给您宣传藏传佛教 我个人而言肯定是没有传教传法的本事 讲故事还算是灵力 上文书咱们就说到了后红旗 无论是鲁梅的下落红法,还是阿底霞大师的上落红法 总归佛教再次回到了雪域高原 至今为止藏传佛教界有两个观点 其中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仍然是后红旗时期 但是在几十年以前,时事班禅大师就曾经说过 现在的藏传佛教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应该是区别于前红旗和后红旗的 时事班禅大师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再红旗 总之藏传佛教是会发展下去的 并且会越来越好的 因为我觉得大师说的这个再红旗啊是没错的 因为我们明显区别于五九年以前的藏传佛教 那一路听下来的老听户啊 不知道思考过这么一个问题没有 咱们一路走来呢 讲了这个藏传佛教在这个西藏地区的发展史 那么按说呢 这金城公主文城公主是最先把这佛教带入西藏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的西藏的藏传佛教 无论前红旗也好后红旗也罢 他传播的这个宗教佛法呀都是从印度和尼泊尔引进 而且我们知道啊现在的藏传佛教几乎都是密宗 那么禅宗就不曾参与过吗 当然不是 咱们就先要把这件事交代一下 您还记得吗 这个前红旗的时候和莲花生大师一起来这个西藏传法的还有一位大师 就是祭护大师 这传说中呢是莲花生大师的大九哥 其实呢 这祭护大师是藏族人呢称他为这个敬命大师 这敬命大师就是禅宗 也就是说呀 这赤松德赞迎来的这支啊 莲花生大师和祭护大师组成的僧团呢 是禅密结合的 并且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认为当时的禅宗啊 在这个地位上可能还要比密宗高一些 只不过呢 就禅宗传奇法来就比较困难 原因很简单 吐蕃王朝当时有文字只不过才百年左右 你给他们讲那些啊 这个深奥的理论 他们没人听得懂 那莲花生大师这支密宗金刚成就不一样了 他的所有法术都是看得见的 哎全是障眼之术 这个信众啊 你摸得着摸不着啊 就不管了 但是全都让你看在眼里 那这就直观多了 没文化不要紧 咱们给你辩出实物来让你看 可后来啊 这些王族跟贵族可能觉得 这些东西确实有点不高级 这也就是为什么呀 这个藏族传说当中啊 莲花生大师在藏区并没待多久 就出走了 是一个道理 那么说禅宗和密宗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多么的不一样呢 哎 咱们这么说吧 这个禅宗啊 他讲究顿悟 哎 也就是说呀 您是个禅宗的修行者 您在这啊 空性顿悟 然后突然有一天您打坐的时候 您就悟到了 您就得到了 哎 这密宗就不行了 这密宗啊 得见悟 什么叫见悟呢 就是老师啊 传授一点啊 你明白一点 传授一点 你明白一点 不教你 你明白不了 这就和咱们上文书说的挂钩了 前文书咱不是交代了吗 这个各宗派的大宗师去卓密大师那学法 那史料记载 那是明码标价的 包括这卓密大师去天竺求法也是一样 学这个道国密法 一共学了四年 每年的学费 明码标价是五百两黄金的 好在呢 这卓密大师啊 是这个昂人王朝的王室 公派留学生 还有这贵族身份 所以说这学费啊 倒是不发愁 他倒是啊 圆圆满满的把道国密法呀 学回来了 可是啊 后来跟他修行那些人呢 这学费凑起来可就不容易了 哎 可是这个卓密大师也对得起他们 我这东西啊 就在这摆着呢 你想学什么呀 你就花这堆钱 花不起这堆钱 你就自然学不了那么多的东西 那这么看来 这密宗是受谁欢迎的 是受上师欢迎的 那这上师们呢 都有政治和这个士族世家的家族背景 那这么一来呢 显然呢 这些西藏的贵族是支持密宗的 那么禅宗在西藏又是怎么传播 后来又是为什么会被赶出西藏的呢 要提起此事啊 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大德高僧 这位高僧的名字叫摩河掩 也有翻译成摩河掩纳的 也有翻译成啊 大成和尚的 在咱们前文书当中啊 简单的提过一件事 是什么事呢 就是吃松德赞年间呢 吐蕃和大唐之间呢 发生过一场战争 天时地利人和呢 哎 这就都寸了 实际上这吐蕃的实力不如大唐 但是呢 赶巧了 他就打进了长安 当然了 时间很短就撤兵了 并且呢 还拥立了一位啊 这个傀儡皇帝 也是这个唐朝的一位王室啊 是金城公主的一位足弟 有人说呀 这吐蕃为什么撤兵啊 是因为这个佛法 感动了吐蕃军队 他们才撤兵的 这就有点扯了 能打进长安呢 完全是由于这安史之乱呢 大唐的长安空虚 那之所以后边啊 哎呀又赶紧跑了 那是因为这援军一到 他们盯不住了 还是这句话 咱们书馆不是要讲唐土战争 咱们赶紧呢 要把咱们说的这位大师摩合眼 拉出来 这大师在哪啊 这大师啊 在汉地瓜州出家 那哥现在话啊 就是甘肃敦王一带 是那儿啊 有名的一位啊 这个禅宗的大师 七百八十六年的时候啊 这沙州就被吐蕃军队攻破了 这吐蕃的这将领们啊 知道赞普赤松德赞 这会儿是支持佛教的 所以说呢 他们自己也说是请 顺到手的呀 就带来了不少的僧人 说是请啊 实际上啊 就是绑了票了 那这些僧人到西藏负责什么呢 有的就负责易经 当然了 像那个摩合眼这样的大师啊 哎 那就负责传法了 那大师传法肯定是捡惠的来 那他肯定是传这个禅宗的法 这一传不要紧呢 出了事了 非常受这个吐蕃 上层社会的欢迎 为什么呢 一呢 是修炼简单 二是有理论知识 这大师就提出来啊 这个无念无想 无作业 只要你放松 然后禅定 就会一朝悟到 咱们前边讲了 虽然呢 这个静命大师啊 他也是禅宗 但是他的佛法 从天竺带来的禅宗啊 晦色难懂 这密宗 莲花生大师带来这些东西 那更不是一时半会儿 你能学的会的 写的撕拉的 非常的血腥 那也不是一般人敢学的 再者了 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上师都财黑呀 这个寻密宗大法呀 非常的贵 不是谁都学得起的 动不动这一交学费呀 就是百两千两的金子 那谁玩的赚呀 而且呀 是一步一收钱呢 不但入学要交钱 晋级还要交钱 那这帮人那就琢磨了 那就不如啊 跟这个摩黑眼大师 学禅宗了 这对呀 一在老师教 二在自己悟啊 在短短的时间内呀 这个禅宗就立刻 风靡了整个拉萨地区 据说有半成的人呢 就都皈依了禅宗了 很多贵族也都败到了 摩黑眼的门下 这其中就包括呀 这赤松得赞的王妃 摩鲁萨赤节莫赞 这大师啊 还给他亲自了一个法名 叫做降求节赞 还有谁呀 还有一位呀 就是赤松得赞的姨妈 据说呀 这位姨妈 跟赤松得赞赞谱的关系 非常好 差不多就是养母的身份吧 还有啊 这个西藏地区 一个大士族 叫苏皮 这苏皮的王子啊 也跟着摩黑眼大师 学了禅宗了 后来呀 这赞谱的媳妇和赞谱的姨妈 又联合了很多贵族的妇女 都拜在大师的门下 跟这个大师一起修习佛法 这摩黑眼大师 一下子在拉萨地区的 这个清传和再传弟子啊 一度就达到了好几千人 这一下子呀 从印度来的这群高僧啊 可就不干了 那原因很简单 这宗教之争 那是生生死死 动的可都是真格的 原因很简单 教民就这么多 信徒就这么多 供养了你呀 他就不会供养我 那可就不是 谁有饭吃 谁没饭吃的事了 那简直就可以说 是事关生死啊 那这一下子 天主僧人就有压力了 于是回到了这个天主 请来了一位高僧 这位高僧是谁呀 这位高僧是静兵大师的徒弟 叫做莲花戒 其实呢 这里边有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哎 这静兵大师本身是禅宗 哎 这莲花戒怎么就变成密宗了呢 因为这些史书啊 都是藏族人写的 很多都是喇嘛所写 他们写的史书和他们中原史书还不一样 都是以故事的形式写出来的 这藏文记载啊 那莲花戒啊 来到了西藏以后 不久啊 就给这个赞谱写了一封奏折 这奏请什么内容呢 他奏请要禁止这禅宗传法 这一年呢 是公元七九二年 您算起吧 这会儿这个禅宗啊 汉传禅宗啊 在这个西藏已经传法了七八年了 这看来啊 这摩克衍大师还是比较温和的 他倒没奏请赞谱啊 把这个密宗驱逐出西藏 他跟这个赞谱说呀 要不然我们就比比 我们辩论一下子 这赤松得赞呢 觉得这办法不错 一次就在这个桑耶寺举行了这个法变 这在历史上很有名啊 这场法征啊 就叫做拉萨法征 而且这辩论的时间非常的长 一下就辩论了三年 三年过去之后啊 这法征慢慢的也平息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这赤松得赞突然宣布 这个汉传的禅宗失败了 这藏传密宗获胜 于是啊这摩河眼大师就遵照约定 带着自己的信徒啊 就离开了拉萨 回到了汉地 为了表示自己失败呢 这大师摩河眼还向这个莲花界献上了花环 自此以后啊 表示臣服 赞谱还就此宣布 断绝吐蕃 与中原佛教所有的联系 一直到后红期 佛法再传 这佛法 吐蕃也再没从中原引进 可是啊 这汉传史料 对此事的记载啊就大不一样了 在敦煌啊 出土了一部叫 顿悟大成正理诀 当然了 这是禅宗自己写的 这上面就说呀 这禅宗啊 不但在辩论大会中获胜了 而且呀 这赤松得赞 又判定这个禅宗为正统派系 并且加以弘扬 这两方面啊 哪一部分都可以说是史料 哪边说的是真的呢 我们也不好分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现在西藏所传扬的是密宗 并不是禅宗 并且呀 确实从那个时代以后 这西藏的这个佛教和内地佛教就再也没有什么联系 并且这藏地佛教始终看不起汉地佛教 一直到59年以后 这个藏族僧人才不再提这事了 那越往后就越没法提了 那到现在这班禅大师都是佛学会的名誉会长 那怎么提这事啊 哥清朝话讲 您统领天下是教哎 这自己妈自己的门众就没意思了 虽然这个史书不见记载 但是我们在这儿啊 也可以大胆的分析一下 哎 在这个敦煌出土的顿乌大成正理觉上记载啊 这禅宗是获胜了的 这些言论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 虽然在这次辩论会以后 这禅宗就退出了西藏的佛教舞台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顿乌大成正理觉上所记载的禅宗获胜是有可能的 那么为什么会最后有了这个去禅留密的结果呢 我认为原因有很多 最主要的原因就来自于赞普 我还是那个意思啊 这个赞普对佛教的理解啊 完全是他需要利用一个宗教来维护他的统治 我觉得在国王眼里啊 只让你这个宗教对他有巨大的帮助 你至于是什么个宗教根本就不关键不主要 那这会儿驱逐禅宗 对这个赤松德赞而言是什么个情况呢 这会儿的吐蕃和大唐正在发生战争 哎 我学习一下你的民生 什么织布啊 野铁啊 农耕啊 这些都行 但是我过分的推崇你的文化以及宗教 那是不是作为敌对一方 我就向你示弱了呢 所以从国王这讲 他就是觉得不能把中原来的佛教过于现阳 其次就是咱们最初提到过的 这些大的上师宗师啊 实际上是和西藏贵族家族绑定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 就是把这个西藏最初的四大门派的创派大师钱都挣到位了的 着密大师而言吧 为什么他能到这个印度去学法 花那么多的钱 四年每年交五百两黄金 那还不是因为有贵族皇室支持的 所以他和贵族王室是政治命运共同体 所以贵族支持密宗那是肯定的了 这些大师都出自他们家嘛 再有最后一点呢 就是底层的人民 我想啊这个摩克眼大师啊 当时所传授的几千信徒啊 都是有这个文化追求的 向往高端一点的宗教信仰啊 总比那些怪力乱神显得有文明很多 说句不带贴题的话吧 知识分子永远是少数的 喜欢看这个密宗科幻魔术的 以及被他这个祭祀法术所震撼的群众还是很多 还是那句话啊 这西藏那会儿有文字才一百多年 这国人呢 可能还啊 多少的有点文化素养 这野人就不要提了 您也别误会啊 这里边指的国人呢 就是这个城市里边的人 这个野人呢 是住在乡野里边的人 不是那个如毛银血的那个野人 还有这个小刀消息啊 我不妨在这儿啊 也跟您磨叨磨叨 据说这个禅宗啊 在失败以后啊 有一些激进人士联合起来 就刺杀了对方的大师 谁呀 就是莲花界大师 重伤 然后重伤不治就死了 那天竺来的这些和尚呢 更不是好惹的 他们对这个禅宗在这一时期 就下了死手 有的时候啊 趁你不住一脚 就把你登山下去了 有的时候呢 就夜里打门棍 有一种说法呢 说这个禅宗退出西藏啊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咱们还是那句话 咱们聊的都是故事 我不对任何我从书上看来 然后再抢给您的故事负责 那得嘞 明儿要讲什么呀 我还没想好 明儿的书啊 明儿聊 咱们明儿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